多伦多C01的地区是市中心 厌加以西面 原来的升幅到现在这两年多 只升了15% 是严重的 背后了多伦多的平均升幅 其实买房子应该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 因为不应该看短期的波幅 譬如加拿大长期有移民政策 人口不断增长 对物业感不断有很正面的需求 而多年建房子也无法跟上移民的数字 譬如加拿大每年的移民是40多万人 大约40%左右就会去安省 如果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计算 你当三个人为之一个家庭 你会发现原来多伦多那边 两天要建好一座公司 才能够满足到人口增长 移民的数字的需求 现在加拿大面对的问题是一个真正房屋短缺的问题 利息上我当它上两年 去三四年前加拿大的状况 其实那时物业市场一样是这么正面 而加拿大的房屋 究竟可以令到楼价可以持平或者不要升呢 反而应该要看一看政府 长远房屋政策 多人多的物业主要都有独立屋 town house 和 condo 从2020年到现在 你会发现平均的升幅大概是50% 独立屋的升幅到57% 而 condo 的升幅原来只有25%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看 我们由今年2022年1月至4月 大多伦多市的平均价大概是持平 因为没什么上落 但原来独立屋是跌了6.5% town house 跌了8.3% 原来 condo 上升了5.6%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受过 web from home 的影响 疫情结束后很多人就会回到市中心工作居住 所以你会见到由1月到现在 原来市中心的铁路线的 condo 是上升的 反而周边的屋 独立屋是下跌的 现在譬如市中心的新 condo 如果你预计比较漂亮的位置 3-5分钟可以步行到地铁站 那你的尺价大概是1600至1800呎 当然如果你的 condo 高层的 有景的 也会有个 floor premium 有个 view premium 如果你说 我不要3-5分钟去到地铁站 我要在地铁站隔离 我的质素要特别高 那你会见到这 condo 就会过了 加币2千元尺以上 如果你现在买个 买个楼花 Cross的租金回报 你又预约大概4厘左右 4厘左右 那以升幅来说 我用一个很保守的数字 其实你预计多伦多的雨 因为这么多正面的因素 其实你预计每年有5-8%增长 很保守的 接下来也有些项目 也是很罕有的 因为这些项目就是富豪区 那叫 Forest Hill 也都在地铁站隔离 超市隔离 也都相当方便 搭回两个站 也可以到市中心 多伦多大学 那个项目也绝对值得考虑 多伦多的楼市是这么浅热 很多项目其实推出了可能5个星期 已经是整个项目卖了 其实如果真是想买一些优质的东西 或者一个价钱漂亮的 那其实你就需要在同当地 去选购物业 因为不是别人买完 你才冲进市场买那些 今个星期 我会和大家介绍 多伦多市中心一个新地标项目 叫 Former Condo 由世界顶级建筑师 Frank Gurley 亲自操刀 如果有兴趣 欢迎来弘基湾仔展销厅 我会详细和大家介绍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